俗话说人是铁 范石刚一顿不吃饿得慌 同样是人 同样要填饱肚子 但明星和普通人是千差万别 李湘自豹一年伙食费720万 王思聪煮泡面的水一瓶就要315 范冰冰更是一个蛋糕198万 请问明星们喝的是水 吃的是饭吗 是金子吧 不 金子都没这么贵 竹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当今娱乐圈真是演绎得淋漓尽致 季震爽日薪208万后 苏芒日火时650又引起热点话题 明星翻车事件频频上演 他们和普通人消费水平差距究竟有多大 看完刷新三观 著名主持人李湘曾在参加一档综艺时 大谈自己吃货本性 打开他的冰箱 满是花样百出的名贵食材 花椒 虫草 燕窝 海参等等 这些高档食材整整摆满了一冰箱 普通人别说吃了 恐怕闻所未闻 长这么大压根就没见过 为了美容养颜保持好身材 李湘每天都要喝上一碗燕窝粥 一碗燕窝高达三万人民币 这么算来一个月零零散散花销 至少六十万 李湘一家吃水果更是刁钻 从来不吃路边和农贸市场 只吃进口蔬菜水果 为了买到最新鲜的食材 每天一大早就要让司机去北京最大的超市 购买最新鲜的高端食材 水果也是司机专程去北京进口水果市场去买 所以一年光吃水果就要花上七百多万 很多网友纷纷吐槽 他们日常吃水果都是五块以下 真不知道这几百万的水果长什么样子 吃了能长生不老还是咋的 李湘对自己奢侈 对女儿王诗玲也是毫不吝啬 在女儿过十一岁生日时 李湘给他订的卡通蛋糕 光造价就十万 送给女儿的限量版包包也要五万起步 所以王诗玲小小年纪浑身上下都是名牌 俗话说这样教育一个小孩真的好吗 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娱乐圈最爱炫富的还有国民老公王思聪 作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建林的独子 王思聪是含着金钥匙出身 不但家里有钱 他自己本身也是很有才华的 毕业于伦敦大学哲学系热爱电子竞技 还成立了中国移动电竞联盟 但就是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公子哥 偏偏业余暗号就是怼明星 很多明星都被他怼 却没有一个敢反驳的 谁让人家家大业大有实力呢 连冯小刚都被他怼过 他称冯小刚说话阴阳怪戏 听着恶心 一点都不带给冯大导演面子的 作为名声赫赫的大导演 冯导听了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看来王思聪确实不止有钱这么简单 王思聪还被评为京城四少 并且位居榜首 在京城能有这样的称呼 也是背景深厚了 王思聪还喜欢交网红女友 说是女友 但没有一个谈时间长的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新的 正所谓换女人如换衣服 大概值得就是王思聪 王校长吧 王思聪还特别喜欢炫富 总是在社交平台晒豪车 连他养的狗一天的伙食费 就比普通人一个月伙食费还要多 王思聪曾在一档综艺节目里 加访一个女选手 女选手住的房子破旧不堪 家里更是空空荡荡 一无所有 只能用泡面招待王思聪了 随后王思聪说了一句话 顿时所有人陷入尴尬 王思聪自称喝的水是斐济水 吃的面也是五百一包的进口面 这种来自斐济第一大岛的 千米以下的深层地下水 据说在灌装的时候 不允许任何人碰到水源本身 而且在打开瓶盖之前 瓶中的水都未接触过 二十一世纪的空气 用这样的水来煮五百元的泡面 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不过看王校长吃那么香 想必味道不会差了 桂圈超级爱炫富的 还有日赚两百零八万的郑爽 郑爽曾在参加小S的节目时 表示自己只喝 一千五百八十元的矿泉水 什么矿泉水这么贵 要一千五百八十 小S非常疑惑 郑爽称自己喝的矿泉水 是金属天使仪黑关 这是矿泉水界的爱马仕 一瓶高达一千五百八十元 也就是说一口就要几十块 小S对这个水非常好奇 问郑爽能不能让它尝一口 郑爽满脸笑意称道 这个水还是请得起的 小S喝了一口满脸迷惑称道 这完全就是普通的水啊 你喝出了什么 郑爽也表示这就是普通的水 自己是因为瓶子才买的 这个矿泉水瓶子上 镶嵌着湿滑落石起水晶 看起来一闪一闪非常精美 然而普通的水就是配了这么个瓶子 价值直接翻了一千多倍 为了满足自己好奇心 花一千五百八十元买矿泉水 不愧是日赚两百多万的正爽 真令人感慨万分 范冰冰也曾在社交平台 晒自己一千五百元三串的天价葡萄 那时范冰冰正处风口浪尖 因漏税而补交八点八亿税款 但他依然是豪门 在吃喝上是一点也不亏待自己 一串葡萄就要小六百 不知道吃了会不会延年益寿青春常驻 他还被拍到与前经纪人杨天真聚餐 一顿饭下来也不下五万元 难怪苏芒会认为一天六百五十块伙食费太少 毕竟也只够买范冰冰一串葡萄 果真贫穷限制了想象 唐燕的一个手机壳要四万 林姓如给狗买个包要四十万 许晴在巴黎买件衣服一百二十万 黎明为讨女友欢心一年花七个亿 看来在明星眼中钱不叫钱 只是来买快乐的 而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钱是解决温饱的 也并不是所有明星都像以上几位 花钱毫无节制如流水一般 赵丽颖曾被拍到在路边吃烤玉米 一个烤玉米才三块钱 赵丽颖吃的是半根 估计三块钱都不到 银宝从农村出来 一没家事 二没背景 一路靠自己打拼到现在非常不容易 也难怪银宝如此勤奋节俭 过苦日子的人就是不一样 月云鹏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明星 看他的体型就知道是个妥妥吃货 月云鹏平时也爱吃泡面 不过他吃泡面连桶装都不买 都是买袋装的 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到碗筷 月月直接拿杯子泡泡面 吃得还津津有味 估计这样一袋泡面 顶多也就两三块钱了 要数接地气的明星 怎么能忘了吴金呢 在拍摄《战狼2》期间 吴金既是导演又是演员 任务兼具 吴金也非常辛苦 经常忙得吃不上一顿饭 泡面就成了随身携带的快餐 在拍摄场地经常看见 吴金手端一碗泡面 吃得那叫一个香 看来不是每位明星都那么铺扎浪费 有很多明星还是非常淳朴的 前不久元老一体告别一事 隆重举情 举国哀悼 记得元老生前最大心愿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吃饱 如今再看看明星添加伙食费 真是太讽刺了 忠心奉劝某些明星 以后在伙食上不要太浪费了 一周一饭当来之不易 也当为子孙后代积服了